大家好我是马逢彪哥 前两天有朋友发给我这个机油图片 问我这个机油到底能不能用 说实话这个机油牌子我都没有听过 后来我上网上去查了一下 就发现这个机油就是从国外经过来 然后在国内分装的那种 这个牌子国外有没有 我估计连国外都没有 就是在国外注册了这么一个牌子 然后在国内走这种圈子文化这么销售 所以今天我把目前就是国内这种卖机油的 这些割韭菜的方法给大家一并讲一讲 以免你们自己被人家够了 首先第一种很直接的 就是把国外的大品牌机油包装成什么原产地机油 比国内的生产条件好 比国内的标准高 什么欧标机油 什么美标机油 什么澳标机油 反正就是一定比国内的标准高一点 这种做法一般都是收割那些BVA之类的豪华车主 因为一台车子 五六四万七八双三百万你都买了 你还会在乎一千块钱一桶的机油吗 所以他不收割你收割谁呢 然后就号称你这个车是德国原产进口的 你这个车是墨西哥原产进口的 你这个油就不利用国内的油了 好车配好油 是吧 德国车配德国油 墨西哥车配墨西哥油 印度车配印度油 这样的话肯定是效果最好的 通过这种方式 把本来在国外就卖三百块钱一桶的机油 在国内卖到八百一千啊 这样卖过来 反正通过这样的方式 人家也是搁的盆满满满 第二种方式 就是针对我们更多普罗大众的车主 尤其是有些车主 喜欢去收各种各样的机油 尤其是还喜欢去收一些偏门的机油 这个时候呢 在国外注册这么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呢 甚至可能连注册地都没有 公司地址也没有 然后呢 就是弄了一个这个民房 注册了 注册完之后 再从国外 把这个大桶的这个机油买了 再贯装 贯装就在分装 在小平进口到国内 这种做法呢 实际上就是假洋品牌 实际上那个机油 我估计在国内 也就是这个二线三线品牌的机油 这么进过来之后呢 然后再弄这么几个这样的圈子 然后注册这么一个这个假洋鬼子的这个网站 全是英文的啊 反正你看不懂 还有德文的 还有这个意大利文的 反正你就是看不懂那种 然后显得很高大上 最后呢 在这个论坛里面 在弄连铁字什么的 吸引你过去看 看完之后 在国内再取一个高大上的中文名 以匹配 这种做法呢 在国内也已经存在了这个很多年了 而且割了一波又一波 屡四不爽的一个办法 这种油呢 我跟你讲价格还不便宜 甚至比国内卖的这些这个大品牌的机油 它价格还要贵一点 这样的话 这显得自己逼格很高 实际上 它就是大桶的这个分装油而已 所以大家遇到这样的乱七八糟的品牌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信 尤其是不要被这个论坛里面 所谓的车主的描述 所这个带来笼子 第三种呢 就是在国外进口一些这个非常小一些商线 四线品牌的一些这个机油 号称这个机油掌握一些独门绝技 尤其是针对一些特殊车型 比如说大宗系列的 这个烧机油烧的严重的 奥迪的烧机油烧的严重的 华兹达的这个创始南天发动机 这个机油要求很高 什么这个本田的发动机需要加这个添加剂 反正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些发动机 有特殊状况的车子 然后针对性的进行这个割韭菜 然后呢 再把这个国外的一些小牌的机油 包装成这样的具备 一样子独门绝心的机油 然后这个时候 这些有病乱投医的这些车主们 大家这个聚在一起 然后这个拉一个圈子 拉一个裙 这个时候大家在里面去买它店的机油 我实话告诉你 那些这个解决了你烧机油的 可能压根就不是什么纳米技术 实际上就是它这个瓶子上面写的还是20的 里面装的是40的机油 把机油粘度给你提高了 自然烧机油就没那么严重了 对不对 所以你得到的只是一个虚拟性的安稳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种做法呢 也是比较常见的 总之呢 以上三种做法 他们都是通过贬低国内的这个车主啊 没有汽车文化啊 不懂汽车啊 贬低国内的这个机油环境啊 假机油多啊 什么国内的用的都是烈子机油啊 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然后呢 进而下一步的目的就是这个推销自己的独门绝技的机油 然后趁机再把镰岛摩托快快的给你割了 这是普遍比较常用的一些做法 所以呢 假如说你就是你一台这个普通的这个家用车 你不是那种特别的跑车那种性能车的话 需要加注厂家标注的特别的机油的话 那么大家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就会纠结了 你与其就纠结什么品牌的机油 你还不如去考虑一下 你买机油的渠道是不是真机油 不要买了假机油那就可以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这些官方旗舰店 或者你也不放心 你直接去世界世界 虽然说它的油性能没有那么这个很好 但是绝对是够用 而且是广用的 所以这是描给给大家提出很实在很实在的看法 你就买国产的这个长城的经济性的 或者说这个美加俏的 你去他们的官方旗舰店买 或者你要再实在不仅仅仅仅仅便宜一点 那么你去这个这些这个大的这个进口商 比如说这个沃玛这个东郭他们家 你只有去买这个国外进口的水管机油 从这个保车厂发货的 这也是可以的 这些机油呢 来路都是比较正 基本上只要不是假机油 满足我们绝大多数车主的用车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这个问题上 我再跟大家讲一遍 不要再纠结那些小品牌了 不要再去论坛里面 找什么乱七八糟的铁子 被连接带来笼子了 不要再加什么乱七八糟的裙 被连接这个洗了脑了 最后搁的就是你 好了 这期视频呢 做的可能有点这个得罪人啊 如果你也赞同苗哥的观点 觉得我讲的确实对你有帮助 给苗哥点个赞 给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